孙安佐自言自语说在补进度追动漫 不只po最新的自拍影片 连吃什么都要分享 30号就po出了超商买的便当 鸡腿条跟奶茶的照片 还说回台湾就不太管食物中的碳水量 但不少网友都把焦点放在孙安佐脸上的几颗痘痘 看似普通的情话家常 影片的点阅率却很高 聊到美国的监狱食物 跟朋友吃面线闲聊 加上后半段的健身教学影片 光是这部影片 点阅率就破了百万 先前开设的YouTube频道 尽管只有三部影片 但全部人气都很旺 是用影片才po四天 也突破了一百万人次的点阅 频道的订阅人数更是高达了六点七万 如果是用YouTube的分论反推 一万的点阅率可以赚三百块钱 以苏安佐一百万的点击次数 可以拿到三万元 但要真的拿到钱可不容易 因为他必须先成为YouTube合作伙伴 而申请门槛包含订阅数要一千以上 跟过去一年必须累积四千小时的观看时间 尽管现在点阅率不能换钱 但看来苏安佐似乎在试水温 有一潮网红之路迈进 三星文马家好理会台报导